我聽到你是一個對音樂很悲觀 曾經 對 曾經很悲觀 當時悲觀到怎樣 或者經歷了什麼 你覺得不行 不喜歡 可能現在聽的朋友也知道 其實我很容易 我想這也是一個陷阱 就是將歌手和音樂和賺錢 連成了一線 就是說你缺一不可 如果我要唱歌我就要賺到錢 才叫做一個歌手 就是這個 死循環 那時候我真的跌下去 就是說我身為一個歌手 我又賺不到錢 那還唱什麼歌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 跌下去情緒低谷就很灰 我之前出了一首歌叫《灰狗》 其實就是打算唱完那首歌 我就不再唱過了 是呀 就是有一點點 又未去到病 但是我就是有這樣的打算 而且那時候也挺低落的 心情 就是這樣 那是什麼改變了你呢 突然之間整個心態變成了 這個就要說回 數到2019年疫情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家裡太悶了 大家都悶了 不只是我 那我就想那時候其實有一套設備 可以開直播唱歌 是呀 那我那時候就想 這麼悶 不如有沒有人看也好 開直播唱歌 不知道有沒有同路人聊天 我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治愈的過程當中 看看有沒有人一起開心一下 會不會大家都很悶呢 怎知道真的有 還有那一刻我突然間 好像打開關鍵一樣 我都很開心 那個時刻我唱歌沒有錢 你唱很多不同的歌 唱三個鐘也好 可能唱了幾十隻歌 但是都沒有一元 但是為什麼會帶來這麼開心呢 我就在那個時刻突然想 對呀 唱歌不一定要跟歌手掛勾 也不一定要用錢掛勾 就是這樣 原來又找回那件事 就是帶給我自己開心 或者帶給別人開心 只要開心就好了 就是這樣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柱晴 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逢親的綽號 都好像有點背份 像長輩一樣 看見他我都好像有點背份 像長輩一樣 當然 看見他我都要說一聲 隊長 威王隊長 上來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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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王上來當然也不是空手而來 是 戴上他的新歌歌名叫做 普通人 沒錯 之前你不是參加中年好星音二嗎 為何突然又出新歌 其實這首歌是剛好在我參加比賽前做好的 參加比賽之前 那不是很早之前嗎 差不多九個月 十個月 一年前 差不多一年了 是 那本身就是一個機緣巧合可以做一首歌 但沒有想過一個出口 究竟何時派出來才對 剛好我覺得又玩完一個比賽 剛好我離開那一集 接著我就覺得 一群朋友就說 不如這首歌那麼巧 又那麼巧切合我的人 不如就發 現在出了 但是出新歌都會有個機緣 或者是想法你才想著去做新歌 是 當初的時間是 怎會有這個班底 或者當時是怎樣想 有這一首新歌出現 因為其實就是 由Evernearn開始 因為我有個朋友是跟他很熟 有一次機緣巧合就吃了一頓飯 本身我又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歡王妃 是王妃迷 所以能夠看到王妃的監製 對,所以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於是我們吃飯當中也談及到音樂 突然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不想做新歌 如果真的有新歌的話 你有甚麼想法 有沒有想要的班底 那我當然是… 如果這樣問… 有沒有想要的班底 對 任你說 任我說 任你行 當然是努力 立刻會想到聯想了很多 我自己很喜歡的音樂人 所以今次就在這首新歌裡面 這些音樂人就是你想合作的對象 應該都囊括了 最想最想的 是嗎 看一看班底 作曲就是債日生 田字就是直爺 編曲就是劉志遠先生 監製就是Alvin Leung 第一個要遇到的就是Alvin Leung 以往你聽Alvin Leung監製王菲的歌 但Alvin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覺得他很英式 用這樣來形容 他是卻球 不是… 他美式和英式 我不認識很老 因為他本身說廣東話 也不是太正 帶很多外國的口音 然後我自己就問他很多關於王菲的事 所以其實他整個氣氛 給我感覺都很王菲 即是有些迷幻一些 或者他自己的想法是前衛一些 前衛一些 跳出的框框多一些 即他的音樂性可能會是 未必是最主流的一首 他不是這方面去想 這個就是給我的感覺 那餐飯吃完之後 他又問了你希望和什麼音樂人合作 後續是怎樣呢 即他突然有一天就有這個班 其實反而未來之後 你說要什麼人 我想要翟日生 想要林鄭 我想要 不是說完之後 他先要怎樣 因為他很斯文 他說 翟日生我也很熟 即是你第一時間已經說了翟日生這個名字 因為那時候有知道一絲不掛 任我行 二十多的歌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的 所以 因為我都知道 翟日生很多時候都會有分量去合作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機會性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我才這樣說而已 他也熟的 他也熟的 翟日生就離不開直爺的詞 所以這件事我又覺得好像有些機會的 其實雖然我很大膽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 未去到那麼天馬行空的 Alvin說 可以想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 究竟你想寫什麼 否則你想做一首跳舞歌 那不關事的 翟日生寫跳舞歌給你 不是不行的 歌名叫跳舞歌 但未必可能裡面是說跳舞歌 很痛的 說一個人跳 很想跳舞 但跳不到 都是說一個人生的故事 都是說一個人生 這首歌叫做普通人 那應該是Alvin 把你這首歌的一些想法 跟直爺說 然後才填上這個歌詞 那你當晚其實跟Alvin說 我新歌裡面的主題其實是誰 最主要想說什麼 我其實是想說 大家都是平等 平等這件事 出生大家都是 本來沒有一物 只不過每個人 每個人在這個社會上面有崗位 有他職責 有每個人的目標 我們都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跟身邊的一些干擾 或者一些挫折 其實是不影響的 應該這樣說 這一輩子你留下什麼 大意是這樣的 我說了我自己以前的一些比賽 或者做歌手的一些經歷 我想說其實到現在我已經放低了 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執著 很多的負面的想法 但我都完全放低了 其實音樂這件事也不用這麼悲觀 我以前是相對悲觀的 但跟他聊天 我想說其實這幾年我已經不同了 就把這個經歷告訴Alvin 他說不如這樣吧 這個故事他覺得好 因為也是我自身的故事 然後就給他值得贏 一翻了一份詞 我看了第一次我不明白 坦白說 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真的不是 因為很私意 不太明白 但到我開始理解明白的時候 我已經哭了出來 你自己有血有肉的經歷和故事 但剛才你說到 我聽到你是一個對音樂很悲觀 曾經 曾經很悲觀 那時悲觀到怎樣 或者經歷了什麼 你覺得不行 可能現在聽到的朋友也知道 其實我很容易 我想這也是一個陷阱 就是將歌手和音樂和賺錢 連成了一線 就是說決一不可 如果我要唱歌我就要賺到錢 才是一個歌手 這個真的是死循環 那時我真的跌了下去 就是說我身為一個歌手 我又賺不到錢 那還唱什麼歌呢 是有一個這樣的 跌落得情緒低谷 就很灰了 我之前出了一首歌叫《灰狗》 其實就是打算 打算就是唱完那首歌 我就不再唱過了 是有一點 有未去到病 但我就是有這樣的打算 而且當時的心情也挺低落 就是這樣 那是什麼改變了你 突然之間整個心態轉了 這個就要說到2019年疫情的時候 因為當時在家裡太悶了 大家都悶了 不是只有我 那時其實有一套設備 可以開直播唱歌 我當時我就想 這麼悶 不如有沒有人看也好 開直播唱歌 不知道有沒有同路人聊天 我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治愈的過程當中 看看有沒有人一起開心一下 會不會大家都很悶呢 誰知道真的有 而且那一刻我突然間 好像開關鍵一樣 我也很開心 唱歌 那個時刻就是唱歌 沒有錢的 你唱很多不同的歌 唱三個鐘也好 可能唱了幾十隻歌 但都沒有一元 但為何會帶來這麼開心 我就在那個位置突然想 對呀 唱歌不一定要跟歌手掛勾 也不一定要用錢掛勾 就是這樣 原來又找回那件事 就是帶給我自己開心 或者帶給別人開心 只要開心就好了 就是這樣 我覺得每一首歌背後都有一個意義 對於一位歌手來說 其實都很可能 可以反映到他的一些價值觀 或者他一些過暗的機力 心態 其實我想大家聽普通人 劉威黃的這首新歌的時間 都可能從歌詞裡面 找到一些自身經歷有共鳴 大家聽到的時間 都會有一種治愈的感覺 他都沒有 剛才說到的 澤日生就是你夢寐以求的一位作曲人 想跟他合作的 職業也是 同事人 Alvin幫他監製 《四大天王》裡面還有一位 就是負責編曲的劉志遠 這位朋友 對於一些年輕的朋友來說 可能未必太熟悉 沒錯 你看著我 TN和阿晴 不要看著你 一年輕的 有些人 有看著 Beyond有些關係 鄭先生 那時候應該是Beyond的第五人 最初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認識四子 其實新一些的可能都未必知道 我們會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追Beyond 是 很感謝他的編曲 因為也是Alvin的主意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是找劉志遠大師去做 因為那時候 你要知道 出來一個最初的Demo 澤日生的最厲害就是 鋼琴 我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鋼琴版本 到完成之後 Alvin說 你的聲音很ROCK 很ROCK嗎 他說你的聲音 用力 編曲是搖滾一點 就是本身的聲底 無論變色度也好 都是編向那一類 就是玩Beyond好像比較適合 Beyond好像比較適合 他說 不如我想想 找劉志遠幫我們編曲好嗎 然後我說 當然好 發光 不是好不好 我是問有沒有可能 然後他說 真的可以試試 是對的 那個feel是對的 我覺得他是想起很前衛 很少債日生的歌曲 其實是編成這樣 是相對比較少 很多時候是比較復古一點 有一點鋼琴底 或者一些懸樂 比較多 但是這次 他用結他來做懸樂 當作是懸樂的一部份去做 所以整個很棒 整個氣氛已經不同了 也有新鮮感 那今一部錄音箱呢 第一次唱澤日生的歌曲的時候 你覺得是怎樣 死亡 基本上是無法呼吸 死亡 要練一下氣 澤日生的歌 真的慣常大家都知道的風格 就是那些 物志 物志 沒有氣頭 即是沒有氣頭 是的 盡量一口氣唱 唱到 接著大約半秒 聽聲音 再上去 接著又要第二句又再來了 是要練什麼呢 就是練偷氣 還有找位呼吸 對 找位呼吸 這個是真的 在收到歌曲的時候 已經在練習的東西 我沒有詞已經練定了 因為他有坑個音樂出來 我一聽到 那怎麼搞的 在哪個位置休息 還有沒有改的 休息 休息多半秒 可以斷一點 這個位置遲一點才進入歌詞 是想這些縮水的 最後是不行的 是不可能的 收到訓詞後才知道糟糕 其實都謝謝這首歌 令我又再去練 真的練 因為我們都唱了 短不短都唱了一段時間 有些慣性的東西 的確是變成一種習慣 亦都很難撕掉 是 但是收到這首歌之後 就真的要下定決心 要撕掉所有東西 還有要真的練 因為我唱了很多樂隊聲 是 一句咆哮之後 可能未必是 有很多時間讓你休息 是 相對地 如果比起這首歌來畫 那就練習吧 真的練習 練習到以為自己可以的時候 進入錄音室 又是另一個世界 對 因為有機會是緊一點的 全部都打爆了 他說OK 打爆了嗎 打爆了 因為我唱 可能他覺得我嫌我太長 是的 Alvin的監製底下就說 沒錯 就是日生的歌 是要說出來的 好像說話一樣 或者是fit這首歌 都是要說話的態度 才可以唱到意境出來 挺有趣的 我聽到監製的評論 你這首歌太唱了 是 就是用來唱歌 他大概的意思是 整件事不要那麼 melodic 你不要經常掛著pitch 掛著呼吸位 或者掛著滑音 各樣東西 你應該去拿個歌詞 去唱個意境出來 而不是把音樂放在第一位 講個故事出來 那怎樣 去到錄音室那裡站在那裡 打爆了 可以走了 下次再回來 入錄音室通常都是 裡面的環境相對比較冷 是的 我是流汗 真心 整個背部 整個身都是汗 我以為自己游完水 因為實在太恐怖 整件事對我來說的經歷 這樣又不行 然後是那種飄冷汗 因為我真的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是有點不太知道應該怎樣做 唱了十個款同一句的東西 都說不定的時候 你就很害怕了 是不是 糟了 那有份現場是怎樣的 你唱完後 就打fix 她也很拿著 是 他竟然跟你說不行 再來 是的 你試多試 好吧 又唱吧 唱吧 你自己感覺如何 認不回我 有多好 然後他說都是差跌,你再試 不斷都是 即是循環了 直到他找到一個通 還有我是降了Key的 比起那個原曲 原本的Key再低半個 所以第一天就是錄不成功 第一天就是因為到最後我們發覺 Key不是唱不到 而是不適合 味道還未出來 然後他說不如我試一下 撿個降一度的給我 降完又好像太沉 降半度 後來試到真的可以了 但已經沒時間了 Sexy已經給我玩完了 就是這樣 好,拜拜,明天再來 可能對你來說是放鬆了 即是你有一晚時間去調整一下人 即是你的狀態也好 因為錄音室簿也不是那麼容易簿 也不是說你上簿 第二天就是來的 也有一點時間的,大概我記得是一個星期左右 所以OK的 起碼要休息一下 首歌的休息,你休息一下 這個星期 還有回去思考人生 究竟我是唱歌 我從來沒試過錄歌 錄超過應該是兩個小時左右 沒超過 這次真的有很多挫敗感 是有挫敗感 但又很開心 這次總共錄了多久 四個節奏 四個節奏 四個小時一個節奏 四個小時一個節奏 即是說還有十五個小時 不是一個節奏兩個小時 不是 是嗎 現在信息慢變了 現在無辯了 室內時間無辯了 沒那麼什麼的了 即是八個小時就錄起來了 總共八個小時 十五個節奏 很快 但你剛才說 你去練唱的時候 你要撕掉自己很多以前的東西 你有什麼需要撕掉它呢 撕掉,撕掉不再用 首先就是 我們唱歌很多時候會先用音準 還有那個休息位 各樣東西都會用 你練不是跟歌詞的 歌詞斷了也好 哪怕斷了 你也是連著唱 對,沒錯 而那些 如果你要吸入歌詞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辛苦 其實Eason很厲害 就是這些位置 我知道Eason很厲害 但那時候還沒領略到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唱法 就是給人感覺 你去唱歌 不是監製的要求 那時候就開始撕掉了自己可能有些慣性的要求 因為這首歌完成後 其實你去參加另一個歌唱比賽 中年好聲音二 會不會整個唱法都已經用新的唱法去參加比賽 不是用新的唱法 應該這樣說 我會將很多時間投放在歌詞上的理解上多了 以前可能是純粹是樂曲的曲風會先走的 我是唱書情的 唱樂曲的 今次是Jazz的 所有東西都可能是曲風先走的 但今次正正倒轉我會用歌詞先走的 其實也是的 多一樣技藝的意思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一個歌手的聲音就是一種樂器 你在不同的歌曲裡面 那你那種樂器是怎樣彈奏法呢 或者你用哪種樂器去彈奏呢 其實是不同的 即是同一把聲音 這樣就沒有變化了 所以可能有些不同的曲風 你用的時間 我為什麼喉嚨我的聲帶 會用什麼狀態 什麼質地去唱呢 都可以很不同 都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說 學到東西 要慢慢每次試一種新的技藝的時間 就是試一個新的音樂 新的聲音出來 試一個新的曲風 都試完了 聽說唱歌也試完了 關於唱歌的主題 我們就回來可以說 對 關於中年很聲音的 比賽狀況 對 也可以聊聊 好 稍後回來 繼續有劉威王 跟我們分享他2024年的一首 全新作品《普通人》 一圈圈 為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馬上點讚、分享、留言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然後再追求 Oftentimes會不會太動了 回學院推廣 請看 快點 可 請